郭富城宣傳主演的警匪動作喜劇 他都覺得自己很有喜劇天分 李克勤宣傳與周國賢首次合作的新歌 大讚對方創作風格相當獨特 用祖兒罕有異性的造型現身沒動 又預測好友泳兒會最快結婚 歡迎收看15分鐘二度 我是阿鹿的廖家輝 張鄧子琦最近參加由謝霆鋒主理的美食節目 張自己也說在網上分享 在酒店練習煮蕃茄爪蛋 誰知弄得很大煙 令酒店的警鐘不明 但幸好最後他人沒事 而且這碟茶的味道也沒變 連大廚霆鋒吃完都說好吃,想再吃 是否真的 由郭富城主演的新片 今天舉行首映禮 一眾好友齊齊的現身支持 包括有張志琳、梁小冰 升級排舞師Sunny Wong夫婦等等 還有人見到成嫂方門低調現身力支持老公 這次就是成省第一次演警匪動作喜劇 他都說之前已經很期待演這類的角色 《黑色光脈》是我自己很少演過的角色 很考喜劇的天分 原來我自己也有一點點的 不過大家就沒怎麼發覺我演喜劇 希望將來有機會演喜劇 純喜劇 這次都是小事由刀 試一下 但出來的效果都OK,都滿意的 成省說自己不是為了女女 才演題材比較輕鬆的作品 不過他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女兒的榜樣 做爸爸之後其實你是更加要愛護你的家庭 更加要對你的工作更加要更加努力 因為你要好好地做一個榜樣 讓你的女兒去知道爸爸都很認真工作 希望他將來長大的時候 他都有一份上進心 所以在這一刻我覺得 我會不斷嘗試更多的角色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 這十幾年裡 希望不單在這裡歌手 還要做一個優秀的演員 另外Chillam太太袁詠詠儀 日前就大爆兒子的魔童很失落 因為她心儀的女同學回到美國生活 咦,聽起來似乎是失戀多點 不過Chillam就說沒聽過這件事 沒甚麼,我們說玩的方面 我只是從你口中得知 現在這個年紀都是讀好書 即是叫他別想太多的那些 即是你讀好書就甚麼都可以 即是你怎樣去玩都可以 去派對都可以 但如果讀不好書就甚麼都不行 即是先做好自己的本分 現在的歌手是有特別的宣傳技巧 就像李克勤一樣 今天去到電台宣傳新歌的時候 就找來師傅炮製龍鬚糖給大家吃 即是看得出克勤是很有誠意 克勤第一次跟周國賢合作新歌 對於這位創作歌手的表現 克勤就有搬舞壇了 周仔是一個我覺得很有… 他自己創作風格 個人特色的創作人的歌手 英俊不用說了 拿著結他很有型 我也覺得我本來很有型 我覺得很開心可以跟他合作 我希望可以把李克勤拿起來 放到周仔那裡 而不是把周國賢放在我那裡 因為我想多一些有他風格的東西 大家可以多一些火花出來 而來到年尾就是各大樂壇 頒獎禮舉行的日子 克勤曾經說過 會盡量抽時間出席頒獎禮 看來對獎項也有很大的野心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在做巡迴的時候 因為電視台特班到來 很遠站光給我們 我就說過真的不是很意思 如果我今年有時間的話 我就盡量出席 所以其實對於我是一個承諾 我今年也三十年了 其實過去三十年 最好的和最不好的 其實我都試過了 所以欣然樂觀、平常面對 用祖兒今天身穿DV性感長裙 配襯500萬首飾 延伸珠寶活動 簡直就是閃爆全場 祖兒身形一向是保持健康的狀態 展示身材也難拒不了 這段時間也有努力做運動 做到… 其實我覺得我反而變得健碩 橫了 橫了 而且手部變得強硬了 會否失去女性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 提到祖兒還有跟公司的好姐妹 所以蔡卓妍 忠恩和詠兒等都明花有主 她說笑話 到時誰結婚 老闆楊壽成都一定會一視同仁 這樣贈送珠寶首飾 Joye又覺得哪位老友 會率先跑出最快出嫁呢 你們有迫我去出賣我的朋友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其實沒有人討論過這個問題 不過如果你等於要我說的話 我覺得詠兒… 因為已經拍拖了很久 久了所有人 很穩定 對,很穩定 我覺得是時候了 衝起一下 在今個月25日舉行的 韓國獵刀聲師 青龍電影獎頒獎典禮 已經公布入圍名單 當中包括有早前大受歡迎的電影 易權司機 這部電影除了入圍最佳電影之外 裡面的男主角宋空浩 更提名最佳男演員 很有機會再奪影帝補助 郭善妮今天為ViuTV新節目 《超級奶爸》擔任嘉賓 和主持人何基佑分享育兒心得 Missonia的女兒說沒那麼快就五歲了 五歲了,她說最近忙於準備 女兒升小學的東西 我最初不是打算這麼嚴重 要報這麼多間 最初都說兩、三間便足夠 誰知道原來其他同學 每個都有至少八間以上 真的有些更誇張 很大壓力 對,真的很大壓力 但最後我也覺得 我應該為她做應該要做的事 所以也報了很多間 Sonia又說自己有意生一個兒子 實行跟女兒抽過好字 不過她也說一切順其自然 大家都會跟我說 快點生一個吧 其實我也是這樣跟別人說的 一個其實太少 兩個或三個更好 但這些都是天意和脆緣 我也是很歡迎的 李燦心今天現身不驚 和多位內地演員 包括有陳希、游獻超等人 宣傳新戲 早前他們為了這套電影 接受武打訓練 Sam更加和眾人 建立了很好的感情 因為每一次合作都可以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尤其是這一次我跟小漢還有 然後生超 而且莎莎也沒合作過 然後靜摩節拍完之後 我覺得我們的感情 有邁進了一個很大的一步 對,尤其是在訓練的時候 真的很辛苦 那三天、那幾天吧 大家都把自己一些最努力的部分都拿出來 對,希望這個電影有好處 支持我們的關係 還可以保存下去 由支援火拍米雪主演的舞台劇 即將到各地舉行巡迴演出 這天他們齊齊出席記者會 支援的男友高志森 也有現身支持 支援坦然兩年後 可以再和米雪合作,相當高興 還分享和前輩的淵源 有一次我記得我在香港做金鎖記的時候 因為角色很潔絲底利 最後那場戲好像瘋了 所以情緒有點不穩定 突然間化妝間的門打開 就看到一個很漂亮的雪傘 米雪傘… 突然對著我衝過來 說好看…辛苦嗎 我本身的情緒還沒出氣 突然又看到一個浪 一個雪傘蓋過來 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甚麼狀態 對… 但我的腦袋是記住了米雪姐 說對,為何我這麼多戲 為何我不嘗試找雪姐合作 在劇中,米雪和支援飾演兩母女 高志森也帶讚兩位演出 很有火花 雪姐當然是事後 招援也是上海戲劇局的 最佳女主角得獎 其實兩個可能從不同的體系出來 一個是電視鏡頭下 一個是舞台 對 但她們在演出上 我覺得做兩母女 完全很有衝擊力 很有矛盾衝突性 完全從戲劇中帶動出來 胡慧康將於夏年二月舉行音樂會 一前一身粉紅西裝出席的招 圈中好友草蠻 張偉健等拍片續航 又獲女歌迷倩敏 不過看來也不夠老闆林健明口禮 送上性感女郎無形 希望她早日找到伴侶 這是她自己收藏其中一件 她連平時被人碰都不碰的收藏 我真的很感謝她 胡慧康以最佳狀態演出 已經開始積極操機 那到時操得太大隻 豈不是太大隻 但我穿這套衣服 其實是之前拍攝帖子 之前做的 大概有一個多月 但我今天穿已經開始 你看到邊緣是爆出來的 是 那我就可能開始要改衣服 身形這麼好 當然要鬆一下機 不過胡慧康就表示要再考慮一下 其實坦白說 我這次是比較 最初是想著 側重音樂性較強 但至於這些內容上的加添 是可以考慮的 到時才我看過情況 而賀奧二和音樂會 統籌之一的泰姆夢等 亦有現身之詞 賀奧二早前就經常飛到北京 跟美國拍攝內地劇集 可以說是一大挑戰 我都很開心 因為這段時間 北京也有五、六次 然後又去了美國 洛杉磯開工 跟一些美國隊伍一起去 其實只有我一個香港女生 然後全部都是說國語 然後有些英文對白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在上個月剛剛榮聲做爸爸的 韓國天王Ring 最近就飛到台北 參加拍攝綜藝節目 吸引大批粉絲到機場等他 看到Ring雖然帶著黑超 不過一點也不哭 還很親民地不斷跟粉絲打招呼 還有親手接禮物 一點也不適合 好,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拜拜